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还有一个 我是宁宁 我是宏哥哥 到政府山的山群区 西西子们做的毕生 古族人年年替好的 比家里面好的太多了 比家里面好的太多了 我在年三周 圆圆想被我住一层屋住的 我们年三生活条件 没有这边那么好 那边就是山区 家里面住的 还有鸭筋 鸭筋 鸭筋 什么什么的 好累好累的 鸭筋 鸭筋 又比了 就是 马上就是啥都没有了 小姐什么都不好 夏月还是走路还有淋巴很多 还是没有菜 到四月五月才有菜 那个地方是干的 种不出来那个菜吗 两个小孩要上学 每一个月每一个学期都要吃饭 他说 哎呀算了 小孩上学的没钱算了 我说不行 你不行我还行 我就是累死了活的 我希望两个儿子都出来 后来我们祖父 在我们这边博山找的姑主 他说博山来这边照姑 你们去不去啊 我就洗一下吧 这个是我适合的 跟他学多久了 哎 念念了 啥都叫我 我以前是家里面最高 最高的是年晚多一点点 现在皮肚的气 我都是宝啊 是咱们都是有 放了两倍 你靠自己嘛 一次年是靠屁股 第三 第四次一次 是咱们自己努力一下就好 就村里这边打工的 一副钱一副户 自己赚的是安全感 隆明公回去了之后 就会跟村子上的人说 啊我去佛山那边打工了 第一个我们有补贴 第二个我在那边确实能挣到钱 村里边的人都会很好奇 有很多年轻小伙子 或者是劳动力 都会特别想出来 一直都很喜欢学那个蛋糕 自己想到这里 尽了钱以后回去 自己去开个甜品店呀 之前学过那个餐饮 挣一点钱回老家去吧 自己当个小老板 待遇各方面也可以 工资按时发放 所以就决定留下来继续在这里 新增转移到广东 实现就业的贫困劳动力 也超过了5.4万了 通过我们在对口帮扶的一些项目 实现就地就庆就业的 也超过12万了 所以让这些贫困劳动力啊 能够征收能够脱贫 首先正道圈脱贫 然后在这边好好工作 努力工作之后奔小康 从前几月中